歡迎繼續回來《聖經徵讀》 我們去到《彈爾禮書》11章36至39節 這裡講到他的宗教活動 首先講到第一次的描述就是11章36節 王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超過所有的神 又用其義的話攻擊萬神之神 他必行事亨通 直到主的憤怒懸不 因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這節的啟語字 王詞面有定冠詞 意思是指定的王 他在《彈爾禮書》第二章被稱為小國 面貌兇惡的王 毀成的王 而在這裡稱為任意的王 這些名稱都是經學家 慣用這個人的詞彙 而天使在四方面形容這個王的手段行徑 指他是任意的 配合第二道也有關於敵基督的形容 包括《彈爾禮書》七章八章 啟示錄十三章和十七章 第二點 他抬高自己 超越諸神 而安塔亞古四世 雖然也是自高自大 和俄稱是神的顯聖 但不至於超過眾神 因為他本身是拜希臘的諸神 他也強迫猶太人拜奉他的神 所以他不會自稱超越眾神 但是敵基督就是跟他背道而馳 他千方百計要將自己比作為神 並且強迫別人去拜他 這種情況就是在貼薩羅尼加後書 那裡是有講到的 第3點 用奇異這個字 意思是不可自信的話 要攻擊天上的真神 也可以參照《體時錄》的十三章 敵基督的行為乖僻異常 通前絕後 不可思議 第四點 他是行事亨通的 似乎神是容許這個王任意 涉足他和凡他所行的一切都是順利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這一節的下半部分 就透露了那個恩由 原來神是容許他放肆 是因為本教神的子民的時候 還未完結 這個憤怒這個字 就好像在第八章十九節說的 就是指本教神的子民一段特別的時候 俗稱為災難時期 這段時期和基督的作為 已經鐵定這樣安排 故此 神的子民是需要經過淆煉之後 才死心塔地回到神那裡 這是神制定給這些神的子民可以回心轉移 接受彌賽亞的方法 在三十七至三十九節 其實是第二次的描述 這裡說 他必不顧他列祖的神 也不顧婦女所羨慕的神 無論是什麼神他都不來 因為他都是自大高過一切 他搗搖是敬拜寶像的神 用金、銀、寶石和可愛之物 敬奉他列祖所不認識的神 他必靠外邦神的幫助 攻破最堅固的保障 凡承認他的 他必將榮耀加給他們 令到他們管轄很多人 又為賄賂分地給他們 本段和上文寫一章三十六節的主要論述是大同小異 他其實填補了一些資料 就可以分為兩條 首先第一 他是有個三不顧的政策 第一 就是不顧列祖的神 這個人就是廢掉自己的宗教傳統 俱行無神論 神就是這個福字 第二 就是不顧婦女所羨慕的 這個字的意思亦產生了不同的見解 第一點 第一個見解就是指 羅馬婦女所喜愛的女神 撻木斯 但是這種說法就是沒有歷史的規考 是因為這些女神 其實早就被人遺忘了 第二個見解 就是指婦女天性的特質 包括了溫柔 甜蜜 慈愛 故此這套說法就是這個王 必定會做一些行事兇殘 沒有測印之心的 而這種說法可能忽略了男性 也有相同的天性 第三個見解就是指 善無女色 意思就是說這個王 這個時候是因為專心 自力攻擊神和神的子民 以至沒有空去理會 男歡女愛的事 但是這裡有一個人就是指出 這個王的前影 就是安庭鴨古四世 但是那個人呢 是極度色色的 所以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好了 那我們就看第四個見解 這個女人所羨慕的 其實是指凡猶太婦女天性的盼望 就是能夠成為 微塞亞的母親 如今這個王 不僅僅是曾驗傳統神明的敬拜 和萬臣之神 連神的微塞亞都爭埋 而天使和後來的旦爾利 沒有更深一層解釋這一點是什麼意思 但是無可否認 敵基督就是一個反對宗教 撤足神 以及攻擊神兒子的人物 所以 第四個說法 是較為合這個原意的 按照這個人的解釋 敵基督這種舉動 就是撕毀盟約的表現 跟約翰 預言海中獸的反叛動作 就是相同 所以我們也可以參照啟示錄的內容 這個敵基督就是任何神都不顧 因為祂自視高大 超過一切 以自己為神 以勢力和保障做神 即是軍事力量 或者是寶女的力量 來取代傳統的宗教敬拜方式 即是金、銀、玉石的偶像 在過去羅馬 在多神國家 現在這個末世 復興羅馬帝國的國主 取消一切宗教 以自己做神 以勢力做神 所以這裡也可以參照啟示錄十七章的內容 好了 其實祂是以尚文這些力量來做神的 意思就是說 祂是靠這種方法來統治全地 凡是跟隨祂的必分到祂的勝利 在祂的國度裡面 站領導之位 以及蒙賞賜賜 而地土呢 就是為根從服役的這些報酬 來的 好了 今天講這一段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之後回來我們會繼續的